接下來這個talk是由小益帶給我們的 就是他會介紹一下就是有用一些什麼dbdk srv跟ebpf這些技術 然後來做的fast packet forwarding這樣子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等下在30分鐘結束之後 然後再盡量發問這樣子 那另外工商一下就是這個議程還沒有台灣local的社群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對ORAN 5G 6G有興趣的話可以跟我聯絡 我們也許可以幫大家弄就是 就是cook一個社群相關的東西出來這樣子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小益 好那大家好我是小益 那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如何使用這個dbdk以及一些srv技術 來讓你的這個linux路由器達到 100GB的這個forwarding 好那首先先來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我是小益然後採用的ID是 atcbu 那你們可以在Twitter、Facebook 或是Github、Lindin 或是什麼Instagram 都可以用到這個ID來找到我 那我同時也是這個 這個AS7080的這個游泳者及維護者 那ASNumber它是一個在網路世界中 BGP的這個protocol 交換路由的一個自製號碼 對其實也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成分證 但 好那 我同時也是這個 APNIC54的Ferro 就是APNIC是亞太網路 亞太網路管理基金會 然後 他們是每年都會辦這個兩場研討會 然後會有很多技術一層 然後非常focus在網路的部分 那講到這 我也是一個網路的一個集客 所以我非常對這個IDC 或是BIM網路 以及其他Lead3的這個 這個協議都非常感興趣 好 那 這是今天的Outline 主要會分成幾個部分 首先是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路由器的基本的運作原理 然後再來會提到說這個 軟體路由器 及這個硬體路由器 他們的差別在哪裡 然後 也會與大家稍微簡單講一下 就是為什麼我選用Linux 作為我的路由器 那 這就是這個DPDK的這個 基本的這個概念喔 好 然後最後還會稍微講一下 就是BGP 以及 開源的這個RotiDemo FRR Routing 是怎麼樣去做的 怎麼樣去使用 好 那 在開始前 先秀一張 我機櫃的一個 照片 那其實這是一個在這個 美國的一個機房 然後裡面跑很多個設備 可以 連上全球的這個網路 然後裡面放很多設備 然後 有非常高的這個 網路速度 應該有100GB 對 是 到Internet可能有2-30GB的速度 然後 左邊的話是我的這個 自己的IP 以及AS Number 那其實如果大家去傳送到這個IP 就可以到 我的伺服器 可以看到 裡面的所有護衣室 都是我 好 那 同時這個也是我一個朋友 來贊助我的 他的AS Number AS 21000 對 然後他用在美國 然後右邊其實 呃 右邊其實 稍微講一下 右邊其實是有這個 呃 management的這個switch 然後還有這個 專門給伺服器用的這個 光纖的這個switch 還有 路由器 就是Juniper的這種 Hardware路由器 然後下面則是這個 PatchPanel 就是 可能別人拉一條線進來 然後我們會 因為整理方便 所以會用這個PatchPanel 去把它整理這些線 好 那 接著來講一下 什麼是路由器 通常路由器 我們通常會知道 就是兩 兩種型態 一種是這個 Hardware的 而另一種是Software的 那 Hardware就是我們常見的 比如說像Cisco Juniper Arista 這種 以ASIC 為主的這個 硬體路由器 那它會有 比較高的這個 轉發的效率 那相對來說 它的價格也比較貴 我們等一下會繼續 細講 那 再來是這個 軟體路由器 那通常就是 比如說以Linux 然後搭配一些 Network Interface為主的 這些路由器 然後可以去裝一些 可能application 像是FR routing GoBGP 或是Bird 這種路由的程式 那 接著 稍微講一下 就是OSI 的這種 前三個 就是Layer 1 則是我們知道的 Physical Link 就像是 我們物理的連接 比如說像是Fiber的連接 或是Ethernet的連接 或是我們WiFi 這些都是Physical 但它不會有IP的傳輸 那 Layer 2 則是這個Data Link 那就是 可能我們已經透過物理介質 連上的交換機 或是其他設備 那他們就會以Mac address 做為交換的工具 好 那 第三個則是這個 Network Layer 就是我們知道的 Internet 比如 比方說我今天想要從這個 台科大連到我的伺服器 那它可能就會走 台科大的網路 然後再走到其他的ISP 直到我的 我的這個伺服器 那它中間可能會用到不同的路由協議 比如說 BGP 就是 適用於大型網路的一個協議 它可以去 宣告一些IP地址 那OSPF 則是 比如說像內部的一些路由協議 比較適用於小型的 或是內部網路 好 那 Layer 3的話 還有就是它會將你的IP風暴一直轉發 轉發到你的Destination的地址 好 那剛才有提到 路由器有兩種型態 通常是這個Software 及Hardware 那剛才有說到 Hardware通常是以這個 ASIC為主的專用晶片 所以它價格比較貴 那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 它通常是一些特定的廠商 去訂製做的 你沒有辦法 去 去很容易的去 去擴充 或是去做一些調整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 我已經有列出幾個主要的部分 比如說第一個是這個Packet Handle 那 在這個Software通常是以這個CPU 或是這個Network Interface去處理的 所以相對來說它不會以 不會像這些專用晶片來這麼快 但 Hardware則是使用這個ASIC 或是其他的專用的轉發晶片 所以它的效能會比較好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Traffic Handling 是在Software的話 是可能沒有辦法很容易去處理高流量 或是當它處理高流量的時候 就會遇到一些轉發瓶頸 比方說可能它轉發個100G 可能在Software上 不一定可以跑到這個數值 但是Hardware是可以的 好 那再來是它的彈性度 就是 在軟體路由器來說的話 它可以輕鬆的去 現在是硬體 比方如果你今天想要去 多加一個新的這個 網路卡 就是Network Interface 是可以直接加上去 然後去 直接去改 直接去用它的驅動 但是在Hardware Router都 你只能使用這個Leica 就是我們常說的線卡 那它也是由這個供應商 比如說CYSCO GIMP這種廠商 他們訂做的 你沒辦法隨便加上 比方說 一台 一台我們自己組的一台Linux機器 對 所以Performance的話 一樣也是ASIC比較好 那 那花費的話 就像剛剛所說的 這個Software是比較便宜的 而Hardware是比較貴的 那在流量處理的部分 也是一樣 就是Hardware是比較好 那我講了這麼多 那今天不是要講DVDK嗎 怎麼Software聽起來很遜啊 沒錯 那在此之前 先來稍微講一下 這個Hardware router是怎麼做的 那其實這是一個Leica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的這個線卡 它其實裡面也是有 專用的晶片去做這個轉發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48GBPort的 Ethernet Lite Card 然後它前面就是Port ASIC 那它會將這個流量轉發到 它的這個Ferber ASIC 然後會再 將它一直Forward 然後直到這個Cross Crossware的這個晶片 那它的效能會比較好 是因為它主要是 專門用來設計為這些的 但是Linux那種Software 不是這樣用的 對 那再來 再來就是它的這個 ControlPlan 跟這個DataPlan 在一般來說 一般的Software router 如果你沒有裝核什麼DVDK 或者SARLV 那或者去做一些調整 它的 它全部都是ControlPlan 跟DataPlan混在一起 所以它的風暴會用這個CPU去處理 那反而說 在一般的Horward router中 它是有它的這個 把這個轉發分離的 我們可以看到說 ControlPlan 應該說Management 的部分 就是我們一般 我們可能會開Terminal 然後進去它的這個路由器 然後去做一些設置 然後ControlPlan 則是會去做一些 比如說OSB FBGP 它們的這個 這個路由交換的一些部分 然後它們收到這些東西 才會再將路由 存到FIV 就是它的這個 Forwarding Table 那這個部分 則是DataPlan去做 它就是完全的 與這個Control分離 所以 當你的這個ControlPlan 如果 被DDoS攻擊到故障了 它其實 ForwardingPlan還會去做 可是 有可能說 它的路由 收不到而廢 它就不會去運作了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事情 好 那 這是 我們從這個硬體路由器 去把它們拆開的 我們可以看到 左邊的這張圖是這個 Routing Engine 就是它的這個 ControlPlan 它會去 比如說跟其他路由器 去做一些路由交換啊 去 宣告一些路由啊 然後去決定 路由的策略 那 Forwarding Engine 就是我們常說的FPC 它是負責轉發流量的 它會從這個 Routing Engine裡面去 去搜 欸我 我這台路由 那我應該要把它轉去哪裡 然後通常是長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有非常多 這邊有好幾個這個 專用的一個晶片喔 那左邊的話則是 我們 比較常見的這個 Linux的一些設備器 就是 Memory跟CPU 只是 比較特別是它的這個軟體 也是訂做的 就是廠商專門訂做於 為這個Juniper設備去 跑這個 去跑網路的功能 然後 整張圖來看就是右邊這樣子 在左部分是一個 這個Routing Engine 右部分 則是Forwarding Engine 那 這邊的話則是風扇 它把這一個部分蓋掉了 對 然後整張圖就像這樣子 然後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 highway router的內部構造喔 那 再來講一下為什麼 我要選用這個 software router呢 因為 有一次呢 我的highway router故障了 然後 我也修不好 然後 因為維修費用超級貴 就是你知道 如果說你要修一個highway router 你可能要 有自己 要買他們的license啊 或是要付非常高額的費用 最 最簡單的解法 其實是Linux就是你在花錢 在買才行的 好 反正就是我的這個 software的這個 Router壞掉了嘛 你看它的management demo 已經沒有回應了 然後我retire很多遍 都沒有回應 然後你看它的package 也是完全沒有 沒有找到路徑喔 然後我全部都丟包了 好 那 當時我在 我在我Twitter就來講說 欸 我有這個想法 我想要 想要用software去做 然後想要整合一些奇怪的東西 比如說 EVPF 其他application 或是我自己設定一個軟體 去將那個 去處理這些流量 去處理這些路由 然後當時呢 就是這個 CDN Project的這個 應該是一個maintainer 它又回我的推文說 欸這個應該很適合你 不過 這個想要中心呢 其實是 比較偏向防火常在用的 就可以去做一些 可能 這個flow的攬截啊 或是去做一些 可能優先值的 對 然後它其實就是 EVXCP 但這不是我們今天主要範圍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它可以整合很多的 這個application layer的這個 support 好 那 接下來呢 就是來講一下 什麼是DPDK喔 DPDK 它的全名 叫做Data Planning Development Kit 那其實它主要就是 在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控制平面 呃 轉發平面的部分喔 那它可以 在Linux 它可以將Linux的控制平面 以及轉發平面 去做一個連接 然後直接將你的這個流量 從網路卡去直接處理 就不會經過CPU了 那 它 主要可以用在這個 Linux的platform 然後可以去處理 非常高的這個 high performance的這個流量 以及它風暴的轉發 那 那 稍微來比較一下喔 就是 剛才有提到 傳統的這個 Software Router 跟這個 變成DPDK的這個 這個 Linux設備 它們的 它們的這個 風貓傳出的路徑喔 我們可以看到 一樣這邊有分兩個部分 所以分別是 User Space 跟Kernal Space 大家其實可以把這個 User Space 當時我剛剛所提的這個 Control Plan 或是 然後Kernal Space 可以做為這個 Data Plan 就是 轉發風包的 我們可以看到 左邊的話 它會先走到這個 這個 網路卡 它對 它對這個 Linux Kernal設計的這個 驅動 然後才會到這個 TTP IP的Stack 然後才會一直 跑上去 到我們 傳統的這個 網路的App 比如說 在Linux 它可能是用 什麼 Netlink 或是 ifconfig之類的 那 右邊的話 它是一個比較快速的 它 就不會先經過 這個 傳統網路卡的 這個驅動 然後才到Linux 它會 它其實就會直接到 DVDK的這個 Library 然後 以及它App 所以你就可以去整合一些 比如說 Linux一些軟體 你可以去做一些 風包 收過來 去做一些Firewall之類的 操作 所以其實DVDK它也 很適合用在一些 可能你要 攔截風包 或是做一些規則 或是Firewall之類的 好 那 最下面則是 它流氧進去的時候 就是我們 Tetherrx 這部分 好 那 我們要怎麼樣 將我們的 這個 這邊的Hardware 是指Linux的Hardware 不是Router的Hardware 就是我們要 如何讓我們的硬體 去支援 整合這個 DVDK 首先 我們有幾個步驟 要做 因為DVD它其實是 一個有點類似於 將你的網路卡 整合到它的驅動上面 直接把它變得上去 那首先 我們要先確認一下 Hardware的這個 支援度 那其實 通常來說 主要是在這個 網路卡的部分 因為 部分網路卡是不支援 但是部分是支援的 就像我們 SILV或是 Paththrough一樣 那 通常來說 我們可以在這個 DVDK官網 可以看到 這些list 但是大部分人都會選擇 NVIDIA Melanux的這個網路卡 因為它的這個 資源性也比較高 而且它的這個 這個界面也比較多 可能有10G 25G 40G 100G之類的界面 然後就可以去很容易整合 那再來是這個 Install 就是 安裝跟設定的部分 其實這部分是最麻煩 因為它 它不是一個包 它是需要你下載下來 然後 在你的本地環境去做一些 編譯 然後才可以 把它再去做一個整合 那其實這部分 是一個很麻煩的一個事情 對 那最後呢 則是去將 這個 這個 網卡整合到這個 DVDK的這個 驅動 然後其實DVDK它有提供一個 非常方便的一個工具 叫做 DVDK DVB的 一個程式 然後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去 跟你的網卡去做結合 然後去做一些 可能DVDK 或是一些 forwarding 想做的一個事情 那 如果說 你想在這個 Linux 路由器 你想在Linux 路由器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你需要把這個 IP forwarding的這個功能打開喔 那這個東西是 比方說 呃 我們將Linux 路由器 將它 到它下面有一台設備 要過它 然後到Internet 或是其他設備之後呢 Linux需要將它的封包 轉發給其他人 那它就要 就要去開它 Curnal的這個功能喔 那 再來是 呃 如何去驗證這個 DVDKHR 是怎麼做的喔 那我 我推薦一個工具 叫做Dperf 那這個其實是 中國百度去做的一個工具喔 那 為什麼 那我 我在猜為什麼他們是做這個工具 可是因為他們有很多 呃 需要做到Firewall的事情 然後可能流量很大 然後 然後可能就 有這個技術嘛 然後去做JF Anyway 像HTTP UDP 都是很常見的 因為他們可能有什麼防火上程 然後可能要打什麼 Wideguard 好 這我自己猜的 好 那通常就是HTTP的Connection 然後還有UDP的部分 那 那它 那右邊的話就是 它的這個 它這個資料喔 那它是使用這個 Media Malinux CX4 的這張網路卡 然後去整個DVDK 去做 這些測試喔 好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查一下 那稍晚的話 也會去 也會將這個簡報整 整理給大家 好 那 呃 講完DVDK的部分 還有這個 這個 路由器的差異的話呢 那 再來要講一下 這個 路由協議喔 好 首先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BGP 就是Border Gateway Protocol 是什麼東西以及 它的優點是什麼 它主要是 彈性 然後它有很多路徑可以選 比方說 呃你今天可能接了 HINET啊 CNET啊 或是那個 或是其他可能 TANET之類的 然後你從他們那邊 收了路由 然後他們會發路 很多路由給你 可能Internet路由 那你其實就有很多路可以走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走到Internet嘛 你就可以自己決定 欸哪一個走得最快 哪一個路徑最小 你可以走它 這個就是去做一些Routing Policy 以及這個Path Selection 然後 它也可以就是 非常 就是安全的去更新路由 因為它是 根據TCP IP 就是Layer Free 的方式去更新的 但當然如果你擔心你的路由被解釋 你也可以去用 Andify Pathwork 去跟對方做一個 Nable Connection喔 好 那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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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 一部被緣 比方說 可能你今天 HINET DOWN了 它的Fiber故障了 那你可能就可以走到 其他的ISP 去連到這個Internet 對 它一定切換過去喔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右邊這張圖 這張圖 很明顯就是 它有兩條路嘛 那它可能可以 走到這個 從Hop1 一直走到 這個 AS3 或是走Hop2 或是走Hop2 從AS6 走到AS3 其實它是有兩種路景可以走的喔 那 不過可能會有一些更 在網路世界中 就是網路過程它可能會有一些更詳細的一些 設定 比方說 呃 延遲 或是速度 可能你跟 某些人可能沒有買到這麼高的頻寬 但是你流量變大了 或是他們可能出一些QS的 QOS的一些策略 好 那 那 講到BDP 就要來講一下 在Linux 路由器中 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Routing Demo 叫做 FRRouting 那 我們通常稱為 FRR 它是可以支援非常多路由協議的 通常都是Layer Free的部分 比方說這個 BGP OSPF IP IS PIN LDP之類的 它其實我記得它可以支援17種 但是因為通常我都只用 2到3種 就是BGP跟OSP 因為它比較小嘛 那 對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有名 然後它也可以透過Libra 與其他的一些程式去做一些結合 那最重要是它非常容易安裝 它不需要自己編譯 好 這是它的安裝方法 就是為什麼說很容易安裝 因為它其實是有一個包好的包 你 你如果是使用Debian 或是 其他Linux System 你可以直接使用這些指令去安裝 然後通常的話 如果你不import了 這個官方的這個reple 你也可以直接 從Linux的包去直接下載 只是它不會是最新的穩定版 可能會老很多 可能老了一兩個大版本 好 那它主要有哪些功能呢 就簡單來與大家介紹 BGP跟OSPF的部分 比如說 BGP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點是 Show IP BGP 8.8.8.8 其實它跟Cisco差不多 那這個東西是 你可以很容易看到說 它路由是從哪邊學來的 以及 它的AS路徑有多長 我們可以看到右邊這張圖 其實是我 從我自己的路由器上面去抓下來的 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 它連到這個8.8.8.8 這是Google的一個DNS IP 它跟很多ASNumber連結 那也有跟Google連結 就可以看到 它最先選擇的是哪一種 可以看到這邊 123455種路徑 然後我選擇最後一種 對 因為它的這個Local Preference 是比較高的 然後 可以看到它很多這個Multipath 好 那 再來則是這個OSPF5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 OSPF5 它是一個比較適用於內部網路 或者小型網路 比方說 一間大學它可能對外是一個 140.0.0.0 slage16的IP 但是它內部可能分了很多 slage24 27 之類的 它可能就是 比方說 比方有A.B. 那它可能兩邊互聯 就會使用OSPF的這個neighbor 然後來設定說 誒 我今天在這邊使用的這一個 IP網段 那對方的話 對方只會透過OSPF來收到這個路由 然後去做一些交換 然後也會跟那個Core跟他說 誒 這個路由在我這邊 你可以走我這邊過去 那其實OSPF它的全名是這個 Open Short Path Forward 然後它就是最短路徑的一個協議喔 所以它可能 就是會以最優先最短的一個路徑去 去連接 那從這張圖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它其實 呃非常詳細 包括你 你的這個 Uppetide 就是你上次斷線的時間 然後還有 interface 哪一個網卡 哪一個IP過去的 然後下面有這個 RTF-PF Network Routing Table 可以看到它是在 Area 1 然後是直接連接到這個 VLAN E383的這個網卡 然後下面就有 就有它錄氣的這個Routing Table 還有 它從外面學來的這個路由 好 那以上是我簡單的介紹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等一下來教我聊聊 然後也可以Follow我Twitter 那我晚一點 會將這個 呃 這個slide整理出來 然後發到我Twitter 謝謝大家 然後啊 它是比較 我覺得它是需要寫很複雜的一些程序 因為它 它其實也 跟一般程式沒有這麼的接近 所以我覺得使用起來是比較麻煩 但是Bird的話 它 我個人覺得它可以很容易去做一些filter的一些設計 因為它可以直接去透過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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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去直接去修改嘛 可能直接改一個conf 但是FrRouting的話 它只是 呃 我可以手動複指令 可以自由的去設定 呃 但是有一個缺點就是 FrRouting它的 記憶體使用量非常高 然後它非常好記憶體 而且 有時候很容易crash 那Bird的話 就是分散成記憶體 對 這 這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一開始也是用Bird 然後後來才轉到Frouting 那呃 其實剛剛有講到這個 轉發跟這個 控制平面 那通常 如果控制平面 崩潰之後 轉發平面 還是會work的 對 呃 然後 Bird有一些 如果有協議沒有支援 像是 像是 那個 MPLS 就好像沒有支援 完全 但是FrRouting是有的 呃 呃 檢測到一定可以打到 100G的話 那 其實 你有沒有選用比較大的線條 就是 要問 那 再來是 100G的油量 使用小風包 還是用大風包 就是 我所知小風包的話 你今天才能拿到 你拿到 這 確實是使用到 大風包 然後 呃 我 我都開Jumbo 我都開Jumbo 對 所以 因為 通常來說 這個東西 比方說 跨機器到 跨機器的 對 然後 欸 三個問題是什麼 CPU的話 我記得我是用E5 但是我有點忘記它會Cash 但是我晚一點我會整理到 簡報上 對 對 如果 DataPlan DataPlan的話 它 因為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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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不能用 這個不能用 但是如果說你要 因為一般來說 該怎麼講呢 因為一般來說 如果你沒有預設DBT的話 你要去做一些測試 但是就會把這個打開 因為這是給Kernel去使用的嘛 因為那個 SYCTL去改它 那個 Kernel的設定 對 對 對 沒錯 Plan是用什麼做DataPlan Plan 用什麼做DataPlan 是用DataPlan 我回去看一下我怎麼寫的 因為它有點多 我再跟你說 我 我會再把這個簡報再整理完成一點 然後再把它 分享出去 有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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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那個 找者上,除了附屬 就是附屬別的方法,有附屬任何的方法 有附屬任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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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之前我試過 用那個...那個 XDP,然後去寫一個 EBPF,但是 而Network Function的話,我自己個人 是比較常使用在 虛擬機上,因為...比方說我一個 HyperVisual,然後再去把它 直接分配給那些虛擬機器使用 或是...或是使用這個 Pathroot,因為如果說用 用那個NFSRV的話,要看 那個網路卡的支援度 第二個是什麼? 我是直接用那個Pathroot 我是直接用那個Pathroot 因為NVIDIA NVIDIA它的那個... 那個...驅動是可以這樣 去做的 NVIDIA MENOX 那就...不能這樣做 這是...分開的 比方說,誒我今天開了一個網卡 然後我再去做這個... 把它做成比如說 6.4的這個Network Function 然後再去分配給VM 那如果說我今天全部吃掉的話 我就不能再去... 做這樣的分配 因為它就直接把它變得上去了